國民黨議員徐曉昕 五月圍庭案鬧得沸沸揚揚 但徐曉昕似乎學不乖 上個月被爆料宣傳車在雙百線變換車道 現在又被民眾直擊 宣傳車再度紅線圍庭 對此徐曉昕也在臉書發文 已經要求廠商改進 更PO出其他候選人宣傳車的違規照片 而松山區也有一名里長候選人 宣傳車左轉時和執行騎士發生碰撞 但駕駛第一時間下車看了看騎士後 竟然投也不回的離開車禍現場 你們的駕駛剛剛人在哪裡啊 在這裡 我想說剛剛人造商在這邊 有人關心他 有 我剛剛人家說駕駛會報警 我去報警 我真的沒帶狗具 因為入口沒有紅綠燈 警方出乎判定是宣傳車沒有禮讓 主幹道執行機車 儘管雙方都沒有酒駕 但里長候選人的態度 讓熱心騎士實在是看不下去 一看到媒體上門 林保前立刻否認 趕緊叫親友進到屋內 甚至 態度囂張關門 就連肇事的兒子也同樣不理會 選舉邁入最後階段 候選人的一舉一動也被放大檢視 一言一行選民看在眼裡 更反映在選票裡 在選張德山水昌雲台北倡報道